把豆腐切成小丁,不炒不炖也不油炸,做出来好看又好吃,这个做法你从来都没有见过,实在太下饭了 首先准备一块嫩豆腐切成小丁,往碗里面打入三个鸡蛋,加入77粒食盐 再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,然后把鸡蛋液搅散,稍微多搅拌一会儿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作菜,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,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加入鸡蛋液1.5倍的温水,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,让鸡蛋液和水融合在一起 把上面的浮沫打出去,然后放入切好的豆腐丁,然后放到蒸壁上面 盖上盖子防止水蒸气进入 锅底水开之后盖盖蒸20分钟左右,蒸熟即可 准备大虾丸子和自己喜欢吃的蔬菜,已经全部处理干净了 锅底水开之后下锅煮熟,煮熟之后捞出 起锅烧油,下姜蒜和干辣椒炒香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一袋麻辣香锅调料,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炒香后加入刚煮熟的食材 翻炒均匀,再撒点白芝麻和香菜,美味继承 我老婆想吃麻辣香锅,所以今天把这个非常简单的麻辣香锅的做法也分享给大家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,真的是太下饭了 好了,起锅烧油,下入肉末 肉末炒至变色,下入葱姜蒜炒香 加适量的生抽,老抽和蚝油 翻炒均匀,再加点青红椒 加入半碗清水,煮开之后再勾芡点水淀粉 大火收汁,炒熟之后关火 然后浇到蒸熟的鸡蛋上面,美味鸡成,看着就非常有食欲 滑嫩可口,开胃又下饭,真的是太好吃了 麻辣香锅也是非常的好吃又解馋 做法也简单,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 모护变色,标准奋 扭,尖在镜尾酱,打资金内,紧做给家人尝尝 摄了什么 有什么